中国的金融体系 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 中国可能应该说 中国的金融大爆炸 也就解除管制的进程已经开始 这个过程对中国金融体系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利率的市场化会加速 甚至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加速 那么在银行在这样一个 巨大的变动过程中 您觉得最应该关注的 最应该管理好的 是哪几个方面 给中国银行一些建议 我想大家都承认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协议 所以假论说这个协议流通的通畅的话 对这个人的健康必须是好的 所以对中国金融的改革 要是改革的对的话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非常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利益 同时对整个世界 特别是这个亚洲的经济发展 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利宝集团 创建近五十年来 经历了很多动荡 包括很多金融动荡 您觉得这个在 一个金融控股 一个金融集团 以银行为主的金融集团 怎么样才能面临巨大的 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够 比较平稳的度过来 怎么样才能survive 这种内外的这种挑战 在我几十年来经营银行 我感觉到说 我们印尼中央银行 在这个保护银行界的 这个意识里比较大 所以印尼的经济金融 也随着印尼这个政治的 一个不平 这个什么 不安定的一个状态里 所以几十年来 就是起起路都 非常的厉害 所以 是的我在这方面 比较有戒心 所以我一般性里 我们这个 这个资产贷款的比例里 只有在百分之七色 用这种水准呢 我觉得说 我们都可以 克服一些困难 这是我的经验 您的经验就是说 存代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不要超过一定的水平 对对对 这是您认为 除了存代比这个指标之外 还有哪几个指标 是您最关心的 除了这个 这个是安全的指标 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风险 这个关于资产的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质量的 这个安全问题 很多人说 风险管理最重要 也有人说 成本控制最重要 还有人说 产品创新能力最重要 如果这三个当中选一个 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从这三方面我们应该把它分成 不同的一个领域来看 为了持久发展 那这是利益收益为主 但为了这个居室的发展 临时有些这个机队的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是 这个流动性的安全问题 那么为了长期保证的银行 那个健康发展 那这是资产健康的问题 所以这是三种 这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是同样 更重要成为一个银行发展的基本因素 我认为说 这个中国经济 还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应该是这个资源的垄断 机会的垄断 这是造成 有时候这个一个社会不和谐的竹竹要原因 是譬如说土地的垄断 机会的垄断 资源的垄断 包括这个资金 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的垄断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利保集团这么多年 在这个印度迪西亚之外的市场 有很多拓展 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银行业 金融业也好 甚至更广阔的说 中国的企业界也好 现在正在 正在有一轮更大的 这个对外投资的 在中国境外海外投资的 这样一轮潮流 那么在这个潮流中 中国的企业 应该特别注意哪些 这个机会和风险 我认为说 印度迪西亚 那你在目前时 恰恰应该是像 像这个中国 1990年代的一个处境 我们正在需要 许多这些工业 所以中国所保护的工业 正是印尼所需要的工业 所以假如在这方面 中国能够利用 这个印尼这个空间 来发展 那么既可以加强两国经济的交流 也可以促进这个人民币 到印尼的这个出路 这应该是负不幸很强的 的这种工业 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 我今天就会给你 大学在一里 而是 那种工业 是 藉重的工业 相当的工业 已经不爱上 这种工业